阿渡他最近一直宣耀这是什么 作文比赛全国第二名 14亿人口获得过第二名 我不跟你吹 我当年是差一点保送中国政法大学了 别这么忽悠大家 你参加的作文比赛的一个正式名称是什么 圣陶碑作文大赛 比赛的地点是哪里 其实它是一个邮寄的形式 我先文章写好 然后寄到他们的中心去 评选 然后呢 如果你是第一名的话 你可以保送中国政法大学 那除了第一名是保送 剩下的是都有机会参加那个吗 对考试 那你来过 我来过北京 你这样啊 然后 都是这个人的那个时候人都吗 规模很大 又开始出一个 但是他们会出一个题目 比方说今年09年的题目是 09年的题目是 我没有题目是什么呢 09年的题目是博弈 你还记得很清清楚楚呢 这个就是只是证明我没有说谎的意思啊 博弈 嗯 对吗 现在那个比赛插插板 到底是什么比赛 我要看 现在比赛插板 就是这个是官方的非官方的 或者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还是什么 混蛋 想干嘛 想干嘛 哦 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唯一官方网站 唯一官方网站是上面的呢 这个应该不对 我参加的不是夜圣淘贝 应该是圣淘贝 你参加的是哪个 我参加的是 别慌 这个是夜圣淘贝 这个是夜圣淘贝 那应该是 我查也查不到 应该是这个 全国中学生做新作文大赛夜圣淘贝 应该是这个 不是你是圣淘贝吗 我是09年他们连官网都没有呢 不一定有 历届盛况 哦 我不这样 你是第几届啊 我是第几届呢 我应该是几届呢 16届是18年 不对 哦 那是刀算过来的话呢 第8届 哎好像第8届呢 你希望是没有 千万别出来 哦 这个老师有没有见过 没见过 这有点不对 这个是他们都在现场 在现场显得 对啊 就有点奇怪吧 夜圣淘贝 我参加的 刚才你的理直气壮 我的感觉 那我参加的那个是什么 有没有啪啪 有没有啪啪 我没有啪啪 我没有啪啪 我没有啪啪啪 我没有啪啪啪 真的 什么 潘姐 给自己制造一些舆论的热度 所以好吧 这两个答案很可疑 一个是匿名 匿名用户 没有啪啪 没有啪啪 但是可能是因为写的时间特别早 所以被别的网站不停地转载转载转载 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只要你搜的话 好像就都是直向我 那怎么不能把我们中华CP的书房也是支撑这个肉 两个人都知道 我觉得 获得了超过775个赞 这个肯定不是我的账号 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帮我回答了一次 你前女友还年 但是我要先跟你证明这个事情不是假的 我找一找好吧 不是你自己没有保留你的那个吗 我搜的话应该一起 所谓的保留是你上传了 我以为是你的电脑文档里面有没有保留了 我当年上传到博客里去了 这你的博客吧 我的博客号早丢了 那个是不是有那个照片还在啊 我现在打点 求关注 很好很好 这个你写多少钱 哪有事啊 哦你怎么会出来 你是五六木齐 是第八中学 哦 哦 都教委高三 十四班 谁啊 我说我齐 这地友上打你拿出来 打印出来 哦 写的这么长啊 怎么会是你是一等奖的 你不是说第二名吗 一等奖也可能有十个人机 我是第二名 我的证书上写的我是第二名 你证书给我看一下 证书早就丢了几次 怎么会有证书这样的呢 有 怎么是这么为这个事情字号的人 证书丢了 我当年没有为这个事情字号 因为我又没考上中国中华大学 只有一个人能考上吗 只有一个 第一名可以保证 没定的软件 为了那个人你们代替 陪跑吧 好像这个博客是找不到了 博客也是为了 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呢 博客也是为了上传这个 专门注册的博客 现在只有初中组 没有高中组 而且你是怎么获得了参赛资格呢 这个是自由参赛的 只要你写 不是那你们的同伴同学 都想参加呢 他们谁参加的 他们觉得得不了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开玩笑 我们需要就我一个吧 二等奖三等奖都不是 没有一个记录 我想想想想 那这官方的 怎么就会和官方的比赛 恰恰就是内阶的记录没有 前户都存在 真是说明什么的也对了 我不说了 我给他一个多小时 现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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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